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继续学习解密系列 调试篇 OD使用教程第20讲 我们这一节课呢 来带大家学习这Kegan Kegan是Key Generation的缩写 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注册机 是转件注册生存所需要注册码 或者说序列号的一个核心程序 例如像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 我们正版的系统 是需要有一系列的序列号输入的 才可以进入这个系统的安装 对不对 那么你输入这个系列的序列号 它内部有一个注册机 生成一个序列号跟它匹配 匹配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就通过 匹配如果不成功的话 就deny你 就把你给封锁掉 不让你安装 Kegan可以独立的做一个 可执行程序的存在 也可以作为程序的一个模块 来实现这 看乎你这个程序的大小 反正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利用已经安排好的算法 计算出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或者说注册码 或者说验证码等等等等 像要得到独一无二的数据 那是非常简单的 像我们的MD5算法 对吧 像我们的赏列算法 都是可以的 当然它也可能会结合你计算机的一些指纹 例如说主板的编号 硬盘的编号 Mac地址 Mac就网卡地址 这些如果是正版的话 基本上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它这样的话 可以识别一台计算机的一个当独授权 好的 这是我们Kegan程序的工作流程 首先我们用户输入注册名和这个序列号 然后我们的Kegan程序 将我们的这个注册名作为参数 然后夹杂一些像印旁的什么什么数据 什么什么编号 序列号 进行一个计算 最后得出一个序列号 然后跟我们输入的这个序列号进行匹配 如果匹配的话 Bingo就通过 如果不匹配就是不同的话 那么就弹出一个对话框 警告你不要使用错误的序列号 请输入正确的序列号 等等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给你Force掉 好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今天开始教大家逆向算法的代码 当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讲这个注册机 还是讲这个序列号的算法 都是非常简单的演示 我们都是从浅到深的 要不怕大家不止跨了太大扯着当 今天的配合我们这个 今后 今后配合会配合我们这个解密系列的算法篇 当然这个算法篇 现在小甲鱼还没有推出 过阵子推出 我们将教大家来逆向像一些AES MD5 RSA 这些对称和非对称的一些算法 比较有名的算法 今天仍然在使用的算法 当然就是说通过逆向来达到识别这些算法 有一些算法 暂时以我们现在的能力 是不可能去破解他的 但是暂时不可能有人破解他 未必就说他不可能被破解 说不定小甲鱼这个教程还没出完呢 有一位余游就划事迹的破解出密码了 是吧 总之能坚持学习到这一集的余游们 你的能力已经有一定的提升了 可喜可喝可口可乐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好的 我们把课件给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程序 OK 这是一个注册机 我们直接把它用od载住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用回我的原版od啊 因为呢 我们这个fishcod版本呢 这个比较加强 在实用上可以 就是在实际的例子中来使用还可以 但是我们作为演示的话呢 还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原生态的一些东西 好的 那我们载住之后呢 这个程序非常非常的简单对吧 这就是主程序 OK 通过一个消息循环来判断两个输入框 我们把这程序运行起来 有两个输入框 我们输入 我们输入fishc 下面输入序列号 就上面注册名 下面序列号 然后点一个check 它就说啊 错误啊 验证错误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框让我们输入 对吧 那一个框框让我们输入呢 有两种情 有几种情况 这里呢 在小九亿的这个论堂呢 已经给大家提出了 在我们这个API整理这里呢 已经给大家整理出 总共有这么多种可能 是生成我们这个输入框的 对吧 我们这个程序呢 是用我们的getDialogItemTextA 如果你不知道一般的话呢 是用这一个 或者说是这个啊 但是你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一个一个尝试下断点 OK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下 直接在这里用命令下断点啊 vp getDialogItemTextA OK 按一下回车 它事实上呢 已经下了断点的了 我们这里是通过命令行 这个插件来下断点 我们看一下 断点已经下来了 对吧 那么把程序走起 按下Check 果断在这里断下 我们看到了 断下的地址 它是在一个动态链接库里边的 User32的这个模块里边的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不能跟踪啊 因为这里 这里是属于Windows 这个User32 这个动态链接库的内存里边啊 这里边我们改不了东西 那我们要让它回到程序的时候 断下 我们注意了就是按下Alt加上F9这个快捷键 OK 它果断在这里断下我们往上一看是不是 getDialogItemText 刚才是在这里边这个API里边的 OK 在这里断下 那我们继续走 为什么我直接走它又断下来了呢 因为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程序有两个输入框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会断两次 我们再按下Alt加上F9 Alt加上F9 OK 对吧 两次 分别是获得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注册名和我们这个序列号 OK 那我们看到了它的返回值是5 为什么是5呢 就是它从这个框框里边获取的制服创的数量是5 就是放存放在我的作为 它的返回值返回回来 好 那么走 跳转位实现 好 OK 那我们这里调用LSTRLEN 它这个事实上是获取FishC 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个注册名的长度 获取它的长度 看一下 它就等于5了 对不对 EX等于5 因为小姐刚才这个注册名和这个序列号都是5个数 所以EX都是5 没有改变过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这里对EXI的内容进行清空 那也就是说它下面的程序段会用到EXI 用来做某事 做某事 然后呢 它把EAX的值存放到ECX里边 ECX呢 一般是作为循环技术用的 循环技术 技术 技术 现在小姐已经开始慢慢教大家这些汇编代码 跟我们这个原代码是怎么来对应的 OK 然后呢 EAX的值是-1 那这很可能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器 例如说它要索引FishC这个字符串 对不对 它就按一个像我们的这个数组 AI 就AI 然后I++ 对不对 分别索引它的第一个数 对一个字符 第二个字符 第三个字符 第四个字符 第五个字符 然后遇到零的话呢就结束 就是类似于这种 好 那EAX的值呢是负值为1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这里 这个OD已经帮我们分析出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分析的话呢 你可以按一下右键 然后按一下分析分析代码 好吧 好 这个OD呢已经帮我们分析出来 这是一个循环 这个JNZ 是决定于我们这个ECX的值 看到没有 我们每一次循环到最后跳转之前 他都ECX都自身-1 就相当于我们的什么 相当于我们的I-- OK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的ECX 总共我们是多少 4等于多少 4等于5 对不对 刚好是等于我们要进入来这个 这个字符串FishC的数量 好 那我们现在暂时知道这些 我们接着对程序进行讲解 现在我们暂时所知道的部分就是这一段代码 就是用来计算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算法 因为呢 为什么到最后我们来到这里 因为这个是循环 直接在这里下一个F2中断 然后走过来 然后再把中断取掉 取消掉 我们看一下 ESI计算得到一个值 然后他跟我们的E403138进行一个匹配 然后如果不等于的话呢就跳 如果等于的话呢就不跳 那么403138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 大家看一下 403138在哪里会出现到 看到没有 403138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GetDialogItemText 获取制服创之后存放的缓冲区 好 大家看一下啊 符号名帮助 我们看到了 这个LPTSTR 这个呢是Address of Buffer of the Text 是我们这个获取 获取了我们这个对话框之后 它的一个缓冲区 对话框的数据缓冲区 那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获取的这个缓冲区 403038存放的是FishC 而这个403138存放的就是我们的序列号12345 对不对 那他在这里跟我们的12345进行匹配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段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计算的过程 然后如果匹配成功的话呢 我们的序列号就输入正确 如果匹配失败的话呢 我们的序列号就错误就是这么简单 好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注册机对吧 我们不对他进行一个爆破 因为对一个注册机进行爆破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目标是得到他的匹配王之后的注册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一个FishC 然后你这个程序这个注册机正确的显示出你通过你的算法计算出来的序列号 好那我们就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 如果说这个不跳转的话 他就是that's right 就是正确 但是that's right 对我们没有意义 我们要的是他的注册码 而他的注册码呢 现在存放在ESI里面 对不对 ESI是通过这个算法进行计算之后得到的一个序列号 得到的一个注册码 好那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上一节上一节课讲过的一个什么inline patch对吧 的一个打补丁的方式 我们在下面找下面刚好有一个很多空的位置啊 我们找一个空的位置把ESI的值存放到一个数据段里面 然后再把我们的数据段推入我们这个message box把它显示出来就得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准备在这里打一个补丁啊 打一个inline patch 好那401388我们怎么改呢 我们就直接写move dword OK双字形ptr ds 43900 为什么我在这里写43900了 大家看到啊 大家看到啊 我们最下边我们这里是一个我们的数据段吧 我们可以点这边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的数据段在哪里啊 数据在这里 是不是它的数据段就是43900开始啊 因为一个程序一般的数据段才是可以被写入的 它的代码段也就是我们 这块 我们这个代码段在内存中它是不可以被写入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数据段来做一个临时存放区 是这个43900 好 OK move dword 这个汇编代码小姐说了我们 必须得学我们这个零基础入门学习汇编语言啊 我们就懂得我们这个汇编代码的编写 因为我们有一些时候要打一些像这样的补丁 在后边的话会更多 所以做一个前前置之时啊 一定要会 OK哦 把esi放进去啊 把esi的数据放到这个里面 esi呢是一个双字型的数据 所以我们用d word的形式 好 那我们这的话呢再跳回到哪里啊 跳回到 它本来就是要跳到这个位置 对吧 要跳到这个401353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跳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让它显示就行了 401353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它跳回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让这一个跳回到我们这个401388 OK 4201388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程序走到这跳到我们的inlinepatch 然后把esi就是我们通过算法运算之后的正确的序列号 把它给我们这个数据帐存一下 然后把它显示 然后再跳回来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们这里要利用我们的messagebox的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messagebox 看符号名帮助 messagebox呢 是经常用到的一个对话框 就是你按一下右键它 让你弹出一个对话框 确认是否关闭 那么一个就是一个messagebox 好我们看到了它的 第二个参数 是我们要输出的正文 而第三个参数呢是输出的这个窗口的名字 像这个是窗口的名字 这是窗口的正文 对吧 这是名字这是正文 好 那第二个参数在哪呢 在这 对不对 因为入帐是从右到左的吧 是倒着过来的 那我们这里呢直接就把我们这个 43900 把它推入帐里面 因为我们43900 存放的就是ESI的一个正确的序列号 439000 好搞定 那我们保存一下我们的代码 然后来测试一下啊 好那我们把我们新的程序打开 来我们待会在这个测试完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算法的逆向 把它还原成我们的C语言元代码 OK 那我们已经载入了我们的新的程序了 载入我们的新的程序了 改完的程序了 那我们把程序走起 Fish C 12345 Check OK 在这里果断断下 果断按下ALT加上F9 回到程序 再走 再按下ALT加上F9 又回到程序 然后 然后就让他走吧 好 他没有弹出一个什么Error 什么错误之类了 他弹出一个谋日 加上一个XXX 这根据小姐来多年的经验 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乱码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程序设计 也不是特别的周到 他只是把他的制服串 按ASKA码的形式给显示出来 那么他计算之后得到的一个数据 他就是一个显示出来就是这样 大家事实上可以看这 我们在这里下一个断点 在这下一个断点 好 然后把程序走起来 好 在这里下一个断点 我们看到了 我们里边 看我们439000 他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 对吧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谋XXX 事实上他就是我们ESI的值 ESI的值 ESI的值是多少 ESI的值是BF1C4 0BF 0FB1C4 OK 0F 0F B1C4 看到没有 这个是因为我们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解密系列基础篇的时候讲过 我们的内存 我们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英特尔的CPU 用的是小端的形式 LITTLEN点的形式存放 所以它是从高到低 按按 你看这个是双字的话 它就是占这么一大的空间 对不对 占这么大的空间 然后这个是高位 高位就是对应这里的高位 然后这里是第二高位 就对应这里的第二高位 0F 然后这里是B1 对应这里的第三位 第四位 C4对应这里的第四位 OK 注意了 它是小端的形式 如果是大端的话 它就是这么存放的 它就是00 0F B1 C4 这么存放 就是大端的形式 大端的话 像IBM的一些大机器的话 它是用N点的这种形式存放的 好这个我们不烫就太多 机器原理 我们走 就回来了 然后就把这个给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个程序就搞定 这时候是我们 通常的这么一个思路 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demo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个算法 好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这个ECX 存放的是循环的次数 它不仅在这个程序 在以后的很多程序 或者说任何程序 ECX 都是用来存放循环的次数 这是默认约定的 好那我们在这里就做一下注释 存放循环次数 也就是循环计数器 这跟我们在这个零基础住门学习 汇编语言的CX 那是一样的 到了ECX它只是变大了 没有其他的进化 好强迫症 好强迫症 EAX 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我们这里 我们我们让程序走到这吧 这个断点去掉 好 那么走走 我们来在我们一步一步走进来 我们看到了EDX的值呢 现在是等于什么 68736966 事实上呢 它这个66是什么 66就是我们的F 是不是 69呢就是我们的I 73呢就是S 68就是H OK它是对应它的ASCAM 它就是将我们这个给推到EDX里面 暂时还没有什么用 然后这块 这块 这块 EAX加上403037 刚好是得到我们这个403038 就是我们的FishC的第一个字节 就是像我们宿主的A0 A0 把它放到DL里面进去 好 那DL呢就是等于等于多少 等于我们的66了 OK 那 那事实上呢 它想把前面的数据给清零 它可以把它N的FF N的FF呢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EDX的 怎么 的高 32-8 的高24位给清零 大家可能 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么小姐姐就来说一下 F F 就相当于我们二进制的多少位 八位对不对 因为二进制八位 就相当于我们16进制的两位 那么就是1111 1111 好 那么ENDFF END的话呢 有一个特性 0和任何数END 就是0和1END 0和0END 它的结果都得0 也就只有1和1END 才能得到1 是不是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EDX呢 它是有32位的 而我们的0FF呢 它就是除了D8位是1之后呢 前面24位全都是0 那么也就是使它的前面24位 跟EDX的前24位 与0END 使它的前24位都清空 留下的最后的8位 我们的66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好 看到没有 它前面清空了 前面24位清空了 这个是16进制的吧 用两位表示8位 后面的8位 剩下因为后面的8位比1END 它后面该是什么还是什么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在算法中是这样用到的 然后把它的值给了EBX 说明EDX在后面还会用到 好 那我们看到了 它把值给了EBX 那么现在EDX跟EBX是一样的 在这里进行一个乘法 就是说将EBX的值乘以EDX的值 乘完之后 它把结果放到EBX里面去走 EBX的值得28A4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小小的验证 多少来的66乘以66 对不对 66乘以66 我们看28A4 对不对正确吧 好 那这里我们就应该做一下注释 如果说我们 我们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第一个数据吧 就相当于我们的F 乘以我们的F 乘以我们的F 它只是把它的AS卡进行相乘 对不对 好 那之后呢 ESI 我们看到了上面它把ESI的值给怎么样 给清空了 然后在最后边的话呢 它跟ESI进行compare 我们可以看出ESI是干嘛用的 我们可以看出ESI是存放最后的结果使用的 ESI 用于存放结果 OK 这呢 不一定在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 当然在这个程序它是这样的 好 ESI是用于存放我们最后的一个result 一个总结果 好 好 那我们这里就相当于做什么操作啊 就是我们的sum 或者说result 是等于 加等于我们的F乘以F的 OK 好 好 那我们在这呢 再将EDX的值 我们走一下 EDX等于多少 EDX等于66 就是我们的F 给了EBX 又给EBX 那么EBX 又是变成66了 这时候他们又变成66了 然后SAR是什么意思 它是向右移一位 也就是相当于除以2 又移一位 然后把位给舍掉 放进这个CF 那个标志位里面 相当于舍弃了 在我们这里呢 它相当于除以2的意思 也就是EBX除以2 它它应该是等于33 看到没有 OK 那事实上这个操作呢 就是F除以2 OK SAR是右移一位 然后Add3 那就是加3 那这个操作就相当于F除以2 加3 把它连起来 那这个我就不混混淆了 OK OK 那我再把EBX的值跟它相乘 好 跟它相乘EBX的值应该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33 33 跟我们的这个EDX相乘 EDX的值呢 是等于我们的66 那我们这一句值行的话呢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EBX 就是相当于F除以2加3 打个括号 乘以我们的EDX66 就乘以我们的F 我们这里用F来表示 比较容易理解 他指66就是F的这个AS卡的值嘛 看得明白吧 我们这个F打了当以后 他表示它是一个字符 好 那么再将它们相减 OK 再将SBX就这个的值减去EDX EDX在哪呢 EDX是66 对不对 再将我们这个EBX的值减去EDX 也就是这个减去66 好 那就是相当于F除以2加3乘以F-F OK 这个算法有点纠结啊 有点纠结 好 来到这一步 接着 OK 接着来了 接着相当于ESI加上EBX 就是减完之后的值再加上它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ESI是我们的Result嘛 ESI首先是加上F乘以F的值 然后再来加上我们这个的值 OK 然后呢 再乘以2 就自己加自己吧 自己加自己就乘以2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它总共的算法 我们就已经得出来了 是不是 相当于Result 我们为了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我们一步一步来 这个ESI加上EBX 那么ESI是等于什么 就是Result 就是之前相当于我们的F乘以F了 OK 加等于我们的这个 我们之前已经加了我们的F乘以F 有没有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加上我们前面的这一块 F F除以2 加3 乘以F 再减去F 有点纠结 确实是有点纠结 那这 这这这就是算法 这还是很简单的算法 OK 那我们把这块给去掉 好 它事实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个也可以去掉了 因为它这里已经把它加上来了 好 然后呢 再把它乘以2 也就是 Result 乘等于2 OK 小姐来这里都是用C语言的形式给描述出来 所以说小姐来为什么喜欢C语言 不喜欢说像我们这个Delphi C-sharp 像我们的VC VC++ 就我们C++这种 因为呢 用我们的C语言 我们要用描述算法 例如说小姐来突然有思路 要把它用一个算法来验证一下 我们直接就把它编码打上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用我们Delphi 用我们的C-sharp还得画框框 等我们的这个框框给画完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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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我们早已经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C语言是比较便捷的 而且它的语法描述呢也是非常的清晰 那我们用C语言的形式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好那我们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序是这样 首先它有一个循环 是不是这个循环执行的次数是5次 OK FORSE循环 OK FORSE循环 是不是是这样的 对吧 好 那我们要声明一个变量i 接着的话呢 它有一个制服串啊 获取的是FishC FishC 那我们这里呢 定一个trap A 一个制服数组 是FishC 我们就对这个FishC进行验证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里应该还有一个来接收我们的这个计算结果 好 好 0造 OK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了 它是将我们的result 乘以F乘以F 对吧 0造呢 就是等于 应该是加等于 因为每一次循环它都会再加上去啊 不是F了 这里是A0 A0 乘以A0 没错吧 好 再接着的话呢 还有这个 那我们直接把它写上去就行了啊 这个放小一点啊 跟着我们刚才分析的思路来写一下 然后计算一下结果 看一下正确不正确 加上我们的这个A0 也就是我们的F除以2 加3 乘以A0 再 减去A0 OK 有点纠结 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 我们这里除以2到底妥不妥呢 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整形 我们的int型除以2的话呢 如果说是3除以2它的结果不会是1.5 它的结果是1 它会把这个尾数给舍掉 是不是 但事实上呢 跟我们这个指令啊 SAR这个指令 做的也是同一件事 它只是把我们最末位最末位的末位的一个数啊 这里 你看最低位的这个数 直接伸给我们的这个CF 但是我们在后边没有用到CF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事实上呢 相当于 也就是我们这个除法 OK 那我们完了之后 我们把resource给打印出来 你如果输入的名字很长很长的话呢 你这里可能要用double之类才可以接收得到 或者用一个制服创的形式去把它给显示出来啊 因为我们这里fishc才五个才这个五个字 才这个五个字符啊 所以计算出来结果不会很大 好 i e c u l t 我们把这个计算结果直接打印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打印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OK我们看一下 是哎 它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数据啊 那难道我们的算法错误了 难道这个程序出现溢出呢 好吧 小姐刚才暂停了一下 想了做钢酒之后呢 发现这个问题所在啊 我们的resource忘了这个 这个付出值啊 所以它这个随机分配的局部变量是一个这个随机值嘛 对吧 好 那我们这里还还忘了乘以二啊 OK 好 那么现在的话应该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它的结果是980220啊 980220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走到这一块 F2 走到这一块看一下esi的值 哦 F0 F0 C4 我们是980220 OK啊 我们这个是十进制 这个是十六进制 那我们转换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980220 他的十六进制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是吧 哎 怎么不一样呢 哎呀 呃 噗 呃 呃 呃 啊 啊小小丝真想 用横竖竖来说一句粗话啊 我们 小甲鱼用了快半个小时 暂停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调试 为什么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原来发觉错误的原因 在于我们这个应该写成AI 小甲鱼把它写成了A0了 我了个去 好 那么AI了 我们这个AI会变化的 它每一次就指向不同的制服 好 放这种错误的话 小甲鱼也是觉得很丢人 结果是1028548 大家看一下 1028548就是等于我们的这个FB1C4 有没有 我们是正确的 思路是没有错的 只是小甲鱼的在这里 因为刚才 这个肯定是感冒的原因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讲座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